好 今天我們請到兩位來賓 大家已經覺得很奇怪 一位金沛山小姐 這個大家都叫他金八點 因為以前的八點檔都是他唱的 那這一位 你有八點檔嗎 之前啊 之前 之前 現在沒有 佩山姐常常唱的八點檔 我都有看你演出 你有嗎 你那時候才幾歲 至少有個一兩部吧 真的嗎 那個時候其實我剛出道五六年 剛出道 那個五六年不叫剛出道喔 是嗎 對 出道了五六年 出道了五六年 但我們都不知道喔 是 這個像什麼什麼 浴火鳳凰啊 浴火鳳凰 你演Fibo嗎 對... 可是裡面有角色的 這是你嗎 對啊 對啊 對 看起來還... 好瘦喔 你看 好瘦 而且看起來... 看起來還是有點小偶像的樣子 演土道 對... 所以那個時候的女主角 你們都是這樣看他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 大家都是小演員嘛 才二十出頭了 然後那個女主角啊 一來都有一道光吧 不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浴火鳳凰的那位女主角呢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在化妝間 然後聽說女主角來了 她就從遠處這樣進來 然後走到自己的化妝間 專屬的化妝間 這一段路 其實那時候我們就一直看著她 目不轉睛 對 目不轉睛 一直看著她 那個時候我的印象是空氣凝結 然後有一點點... 時間靜止了 時間靜止 然後有一點點小小的香味 這樣飄平的 對 然後我覺得... 這就是女主角 那個氣勢跟磁場都是不一樣的 驚為天人 對 真的 其實真的是 那個時候有幾個女主角 但是我覺得她真是演了 最多八點檔 對不對 是 幾乎你唱的 對 我唱的 她演的幾乎有一半 都是你唱的 對不對 對 都是我唱的 她比例很高了 那個時候中式的八點檔 都是她演 那中式的八點檔都是你唱 是啊 黃金組合 你一直有在旁邊在那裡 對... 對... 小角色都是我們在演 對 好 現在讓我們歡迎的一代女皇 潘允子 好高興 換一位 你好... 他不敢抱你 男生嗎 女生... 人不敢放 不行... 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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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久不見 真的好厲害喔 你 我都記得上一次我訪問你 你永遠都是那粉紅... 桃紅...對不對 對 我喜歡 如果我自己改名字 我就 這不是潘瑩粉紅 為了要見你 我又三天沒吃飯 我覺得這世界上真是沒有... 這只有藍女人 對不對 沒有不好看的女人 你看 而且她是...你是極品啊 真的 真的開玩笑 我要請你吃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25歲 你說你皮膚很好 身材很好 應該的嘛 對不對 剛才就是24啊 那個...剛剛一個記者走過去 對 她說 妳知道嗎 我剛剛問潘瑩子 我說妳的皮膚怎麼身那麼好 她說 她說 我記得說 那妳怎麼沒有作文 我說 昨晚上用韻斗燙了一下 今天要上節目 她一看的時候 我的作文比她多多了 真的 真的很厲害 而且潘瑩子是一個... 真的是我因為看那個新聞 我就覺得妳真的很念舊 因為金佩三結了婚以後 生兒子了以後 就沒有自己再開演唱會了 今年 是 藍得 今年那個十九 對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還在公司看到妳的那個演出 她其實... 妳們倆是用臉書聯絡上 對... 可是妳們還挺的嘛 有緣 有緣啊 對不對 臉書上找到 對 找到的 然後她就問她說 我的演唱會妳能不能來 她就飛過來 她就沒有第二句喔 就OK OK 一定到 好感動 當場就痛哭 真的喔 好感動 而且兩個人的緣分很特別 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妳唱八點檔 妳演八點檔 對啊 好有緣分 妳在旁邊 還來跟我演啊 演八點檔 是...就是浴火鳳凰 浴火鳳凰 浴火鳳凰 但是那個時候 妳大概就沒辦法注意到她 沒有想到她現在這麼紅對不對 我有注意她 她叫土豆兒啊 不過她是壞人 是強盜 對不對 對...我們是土匪窩裡面的 但是我們這個土匪窩 是好的土匪 對 土匪還分好的壞呢 對... 她生了四個女兒 真的想說 對...對不起 不好意思 嚇到妳了 真的 對...我們四個女兒 恭喜 恭喜啊 爸爸 對 長得生爸爸了 而且四個女兒 老大是幾歲 十二 十二 已經十二了 已經十二了 然後老幽幾歲 今天剛滿一歲一個月 恭喜... 妳好勤勞喔 妳看了沒有 是老婆厲害了 沒有 沒有 她老婆剛生的時候 就傳了一張照片給我 她說 妳看怎麼辦 就她的一張照片叫臉這樣 為什麼 然後那個娃娃生 女娃娃 也是這樣 不要 人真不能亂生啊 對... 現在很可愛了吧 現在很可愛 現在越來越不像我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像媽媽 剛生出來跟她的... 你也不賴啊 我還好啦 怎麼辦 真的剛生出來 你看第四個長這樣子不嚇壞了 其實她的女兒都非常的可愛 也很漂亮 來 請坐... 謝謝 好 其實說起來兩位喔 都是...當年都是媽媽陪的 一個媽媽陪的去唱歌 你去報名少事吧 對不對 對啊 也是媽媽陪的對不對 媽媽陪 因為媽媽喜歡看李立華 她是李立華的影迷 她要我去拍戲做演員 我傻不然等什麼叫演員 我也不曉得 結果面試的時候呢 要講一段對白就演出來 我就照著念 我也吃螺絲... 根本沒表情 我嚇得一直思考 竟然取怒了 其實喔 那個時候你知道 娃娃好...就是好漂亮喔 就是一個十五 六歲吧 對不對 很小 十四 五歲那時候 十四 五歲 經營員訓練班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講道理 沒有 那個時候是... 那時候就是好可愛 所以為什麼 大家那個時候一直針到娃娃 她就像個洋娃娃 對 就是那樣叫出來的 對 那個時候叫出洋娃娃 然後那張的眼睛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他們考的考官一定說 在這個臉 我真的都不會說 後來拍戲 那時候拍戲是要有拍板的 不是現在五四三二而已 在我面前 我對白背了半天 背好了 她在我面前 她就...一拍都沒了 我覺得那個時候 真的是很不合道理 對不對 你本來培養情緒 要哭...她... 一拍都沒了 眼淚也不見了 真的 對啊 就是 很不科學 為什麼還要... 對啊 對啊 其實是要對準 對那個聲音 他們是要從那個... 而且她拿粉底寫的 一拍那個粉底會... 是什麼樣的姻緣 你來到台灣演舞 演電視劇 演電視劇 是一加一不等於二 一加一不等於二 我第一部是一加一不等於二 喜劇 家庭倫力喜劇 家庭倫力喜劇對不對 對... 我還不敢來 我好怕 因為以前是拍電影的嘛 一個鏡頭... 拍電視要整場戲 我要背那麼多對白 要記得走到哪裡說什麼 我不敢來又... 我覺得我不行 就一直說我不來... 結果他們一直要我來試試看嘛 結果為了讓我安心 先拍一個一集的 叫《桃花韻》 我跟蔻子好像讓我... 蔻希希 對啊 對啊 他最近有在演出耶 對不對 八點檔 是 很好... 曲忠倫 那個時候 你真的是二十歲不到 二十二左右吧 有二十二嗎 我都覺得你十幾歲 長得像十幾歲 因為他很皮耶 因為太沒氣質了 感覺很小 他好皮喔 那個時候 對 那個時候很皮 他們那個時候啊 幾個人都在那個... 一邊抽烟 對 我希望將來可以當導演 都是屁小孩對不對 他就說我希望將來當導演 他說我希望我要將來當男主角 大家說 最好是 沒有這樣子啊 對啊 對 一輩子沒想過要... 可以當男主角嘛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所接演的角色都是一些 比較鬥梗的啦 因為你皮嘛 風趣的角色啦 耍寶的角色啦 對... 只有那種角色才會找我們 然後我想說不行 我有一天我一定要當男主角 對 一輩女皇扮古裝 霸氣的背後超辛苦 化妝戲那個打扮真的很累喔 對啊 一輩女皇拍老妝的時候 早上五點鐘叫我躺床上化妝 躺在我臉上鋪一層膠 等膠乾了就皺起來 是老妝嗎 是 拍完了卸妝收獵 交連物給你也出掉了 這個戲是孟非吧 神雕俠女是孟非 一加一不但又要是寇子 寇子 在佩山 那個時候妳 怎麼可以唱到八點檔的連續劇 其實金霸臉 金霸臉 對啊 我覺得不管任何時候 應該有機會就要把握住 其實那段時間 我還是電視台的新人 我應該沒有什麼機會 當然也是有夢想要當男主角 我是想唱八點檔 那時候就有一個好的想法 但是就是在一個很好的機會 剛好電視台那個... 開始是神雕俠律 好像是... 不曉得我王經理有什麼意見 然後對歌曲有稍微挑選一下 然後就可能對歌曲或者是 歌星來不及回來 然後怎麼辦呢 所以本來是別人唱的 本來是別人唱的 然後就問我試試看 我也是 神雕俠 本來不是我演小龍女嗎 真的嗎 怎麼有兩個人... 對啊 是別人演小龍女 對 那有一天我在隔壁 跑拍秋水藝人 拍完了中... 秋水藝人 秋水藝人是台式 對不對 現在的 不是 以前是... 是中式 是中式 我沒有拍過別的事 我跑不了... 那個年代是有... 那個年代是有默契的 有默契不能跑的 所以我們就... 我就棒次在中式 所以我們是一樣的 我拍完秋水藝人 跟一家一不等人 就暈頭轉向日夜這樣子 後來周遊 周董 叫我去隔壁旁 叫書中式 跟我書個古裝 我也不曉得幹嘛 就做了給他們書了 書中式以針 跟我頭上戴了好多蝴蝶結 跟那個禮物合一樣 白色蝴蝶結禮物合一樣 然後跑到棚裡 周遊說對著鏡頭 我就對著鏡頭 試鏡啊 我一不曉得是幹嘛 什麼試 轉個圈 好了 就是你了 她們已經拍了十幾天了 她們 所以沒有找到小龍女 有小龍女 但是她們覺得不適合 不不像 對不對 不適合 沒一可 我莫名其妙就延期小龍女了 有 真的好漂亮喔 妳看 我是禮物合 好多蝴蝶結啊 蝴蝶結 好可愛 我好適合... 我好適合蝴蝶結 真的 你看 好適合古裝喔 這個造型好漂亮 好美喔 真的好美 所以這樣子就演下來了 就一出一出一出 直接的演 真的跟妳一樣 哪個怎麼會 命運很相談啊 很有緣... 真的有緣 對啊 我覺得金牌三那個時候 其實平常講 那個時候國語歌曲 大盤很多 對 也有很多人都爭取唱八點檔 都是每一個八點檔的主題曲 非常重要 眾家人搶啊 對... 因為一唱八點檔 但是妳想 金八點就一直都是她唱 她真的唱得很好 我那個時候 唱《神雕俠侶》之後 也是因為在音樂巧合之下 就臨時找我唱 經理就同意了 好 救救妳吧 結果後來一代女皇又來了 也是一樣 不知道哪位歌星沒有回來 真的嗎 這麼巧 在國外還是... 趕不及回來快要開天窗了 第二天要播 那怎麼辦 就問說妳來試試 我說我 好... 我試 就這樣子 然後一代女皇那個尾音不是唱 對不對 但是那時候製作人 要我這樣把聲音停掉 我說不要 我們以前都一定要把音拉很長 舞著天 她說不行 妳如果這樣唱 妳就不要唱了 妳回去 我說 我聽... 我說我...我聽我 我乖乖唱 可是這樣子其實是很有... 是有氣勢的喔 有氣勢 也謝謝張永強 張老師 你給我這個機會 對 謝謝 現在聽到那個歌 覺得有很美好的回憶 有美好的回憶 對不對 其實我最覺得啊 年輕的時候演的戲喔 或者唱歌 有的時候妳再回來唱 或者再回來演喔 像唱歌 比較簡單嘛 我就是以後的 演戲就不能說我自己在家 扮相一代女皇 對啊 媽 妳瘋了 我還記得前一陣子 前兩年妳那個時候去內地 拍一個校莊 校莊 我以前演過一代皇后大育兒 大育兒 她內地那個戲 剛好是個大育兒 但是已經做太后了 升級了 升級了 是 那我覺得滿好的延續我以前的 大育兒嘛 我就接下來了 其實那時候妳拍那個戲 她看起來很年輕喔 她就說不 我要把它弄老一點 我要裝白髮 要裝白 他們其實後期的戲 想給我弄白髮 但是不敢講 不敢講 結果我自己主動提出來 快點 早點跟我裝白髮嘛 妳好棒喔 有一點氣勢 其實需要有一點氣勢 對 已經是太後 太後嘛 因為我孫子 演我孫子都四十幾歲了 不過這麼多戲喔 妳自己如果再想演 妳最想再演一個什麼角色 我想演反派 沒演過反派啊 反派都不找我 我倒想演演反派 對耶 沒有那麼可愛的反派 沒有 沒辦法 沒有說服 很少穿粉紅粉 對 我都不穿了 我穿黑的 很酷 很酷的 真的很少... 沒有演過反派 每一次都找我演正派 對喔 我真的好意思 就一臉正派啊 對啊 一臉正派的樣子 其實曲忠恆 你演戲 是有視鏡 比如說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突然變男主角嗎 你第一次演男主角是什麼時候 第一次演男主角 我覺得是那個編劇 他... 他說我寫這個劇本 我一定要找曲忠恆來演 一定要...就是要曲忠恆這個形象 看起來孬孬的 倒楣倒楣的 看起來是過苦日子的 然後是一個金鐘劇 然後他說說他要演 那其實我有很多... 有很多長我兩三歲的學長也好 前輩也好 他們有在...有爭取這個角色 有打電話給那個製作人 有爭取這個角色 但是我覺得製作人 也可能跟編劇的想法是一樣的 這個角色就要曲忠恆這樣的演員 然後他們堅持讓我演 我就演了 沒想到那一次的演出 還真的讓我入圍了 金鐘 金鐘 然後也是那一次拿到金鐘獎 你演什麼呢 我演一個鄉下的一個孩子 那個時候是講這個抗日 那時候是講抗日 然後我是鄉下的孩子 被拉去當軍夫 很像被拉去當兵 所以他們為什麼要我 很像被拉去當兵 就是很倒楣的 沒想到那一次的機會 就讓我那個什麼拿獎這樣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當編劇或者是製作人 就是在試鏡的時候 他們都有一個想像 就心裡想像 他們覺得是那個角色 是那個樣子 是那個樣子的 那個編劇或什麼 就是戲朝那個方向 那他其實已經有一個人的樣子了 那如果你一試鏡是那個樣子 他們覺得就是你 非你莫屬 那那個被抓去的 對 就是浮獻曲中恆的理 我覺得演戲有的時候 當然就是你當然要準備好了 這麼大的戲 對不對 那個時候有沒有收視率的壓力 其實有 但是我也... 因為日夜拍太困了 我也沒有想到要收視率什麼 我只想給我睡覺吧... 那時候也是要日夜拍的喔 是 尤其八點檔每天要播一集嘛 所以那個... 白天外景 晚上進棚 進棚... 進棚到天亮了 棚門一開 從外景去 我還看到太陽眼睛都睜不開 我覺得古裝戲那個打扮 但真的很累喔 對啊 梳頭啊什麼 就花半天的時間 因為頭上東西很重 可是有的時候 妳曉得他們男生裝那個頭套 對 皮膚都會發炎耶 對...會過敏的 起泡泡 起泡泡 你這麼好的皮膚會起泡泡 起水泡 因為它有膠水塗著 黏著 然後因為在高雄拍很熱嘛 就悶著 好辛苦喔 對啊 一旦雨環拍老妝的時候 早上五點鐘叫我躺床上化妝 躺著化妝 因為她要在我臉上鋪一層膠 等膠乾了就皺起來 老妝嘛 是 而且躺著床上化妝 對啊 那個感覺就是啊 是不是 但是畫起來滿像的 皺起來了 但是呢 因為太熱高雄 一天蒙在裡頭 蒙住啊 拍完了卸妝的時候 膠臉 我皮也脫掉了 然後臉上都起水泡 她妳皮膚還會這麼好 後來恢復了 這是換過了嗎 換過了是不是 掌聲得出來 換出了... 換出了... 換出了 拍影子 學跳舞超活力 小燕姐辦不到 上個月呢 來拍廣告 那導演編了劇本要我跳舞 我一跳 越跳越起勁耶 越霸不能耶 我要去學跳舞 跳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媽還在跳 我媽耶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跳 不是我 不是我 因為... 是懶啦 其實大家看戲看熱鬧啊 看好玩 其實沒有想到 幕後是很辛苦的對不對 對啊... 怎麼想到我們... 不過也很開心 現在有時候現在一個大家庭 是 拍戲就是這樣 對啊 大家一起吃 有大鍋飯吃喔 有喔 因為有時候在和歡山拍戲 那弄個大鍋 然後大家都蹲在石頭上 然後就這樣吃起來 我還有照片 對 我... 好開心喔 沒有椅子啊 山野裡啊 現在好像拍戲都沒有這樣 現在比較舒服一點喔 也不是比較舒服 其實...其實比較少的 這種家的感覺 大家都在滑手去 對... 要不然躲在自己車裡 對 躲在自己車裡 我是說一個人有兩部戲 第三部戲他就跑來跑去跑去 對 以前我們都是集中精神拍一部 對...比較少嘎集 現在他們反正是分鏡拍的嘛 你拍可能講話 他還沒在那裡 對啊...我也試過 媽媽要對著這本書講 我說好 那我什麼表情 他就告訴我 妳應該什麼表情什麼表情 怎麼交流啊 少一點點味道喔 少一點點 我要想像 他最近他剛剛我說 他說妳現在都忙些什麼 對 還有別的東西嗎 最近最新的 最新的 我上個月呢來拍廣告 那導演編了劇本要我跳舞 我說不行啦 我N年沒跳 起碼20年沒跳 我女朋友都學跳舞 很棒 對 不行 他說要...一定要妳跳 表示很有活力 我就趕壓著上架就跳了 結果一跳 越跳越起勁 所以呢 現在所以呢 跳完之後我跳舞細胞都活過來了 我要去學跳舞了 所以下次回來可以表演一段舞蹈了 明年 表演給妳看 好 我們約好齁 明年 好 其實我覺得跳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對啊 又可以運動 又可以運動 又有音樂聽 又快樂 對不對 我媽還在跳 我媽耶 不是我 那妳為什麼不跳 妳跳不跳 我不跳 為什麼 我懶 不是 不是 是懶啦 不是 因為跳舞 妳要穿上衣服對不對 對 她們真的要打扮起來 打扮起來 那我媽就是打扮起來 然後再跳舞啊 對啊 會很開心 很開心 然後穿得漂漂亮亮的衣服 妳都可以穿粉紅舞衣 對 打衣服上 最喜歡的顏色 肯定...對不對 我覺得人生要有一些興趣 譬如說唱歌了 兒子大了就是還可以再出來唱 對啊 不唱可惜耶 不能不唱 有...繼續努力的 不過我要感謝娃娃姐 就是給我很多的鼓勵 因為之前不太運動的 所以也不跳舞的 但是呢 娃娃姐她給我一個很好的 她的一個建議說 我都有在運動 妳要不要運動一下 我說好 所以這段時間 我就有乖乖聽話 對啊 所以這次看她精神好好 有好好對不對 結實了 肌肉結實了 OK 謝謝 莫派英子就說 她其實把她自己的生活 安排得很好 一個人其實要安排自己的生活 對不對 比如說早上起來看看股票 有時間去做做運動 現在學了跳舞 時間都不夠用 真的 很充實 還要去上課學啊什麼的 要上課學的喔 開始的時候 你看 隔行舞隔山 很認真 就像佩珊唱得那麼好 我又不會唱 我只能夠洗澡的時候 她說自己偷偷唱 好 所以我的爹爹在那裡 隔行舞隔山那個時候 妳怎麼會結婚的 應該是跟我先生也是滿有緣分的 就在不小心的一個聚會 什麼叫不小心 因為剛好有朋友 其實是... 這位朋友他其實是想追我 但是我其實對他沒有什麼意思 那剛好在國外有一些朋友回來 要聚餐 然後那一次平常媽媽都有跟 然後那一次媽媽剛好去弟弟家 然後就... 一個人了 媽媽就知道這個... 難得啊... 難得媽媽不再就出事了 這個男生他就很開心 他就說我朋友來 我請妳去跟大家認識認識 結果一去那個聚會 結果就碰到我先生 然後後來我跟我先生對上演了 那個...那位帶我們去吃飯那個 就變成介紹人 對 我好傷心 可是那個時候 妳先生知道妳是金八點嗎 他不認識我 他介紹金八點 他要問隔壁 金八點是幹嘛 金八點是幹嘛 那如果你們要跟妳自由去 不曉得會不會成功 去旁邊 帶走 但是我覺得這是緣分 還好... 所以這就是緣分 對 那所以她在美國 那就跟妳要遠距離戀愛囉 對 我們的遠距離 就是她在美國 然後就會常常用的電話卡 打個很便宜的 然後後來妳... 妳會不會電腦 然後打個電腦 我們寫個信報 我說我不會電腦 那...好 然後妳也全部都在傳真 然後傳真機就傳過去 然後她就傳過來 這樣也滿幸福的 那媽媽什麼時候才... 我們偷偷摸摸這樣打電話 傳真機傳了差不多三個月 然後媽媽說你們在幹嘛 後來我說媽媽我交了個朋友 那把那個照片拿過來給我看啊 我媽媽到底是原的比原的 讓我知道一下誰追妳 結果我先生長得比較像中南美中 對 比較黑一點 所以我媽媽一看說 妳怎麼給我找了一個 那個菲律賓人來啊 我說不是... 所以後來媽媽覺得 看起來人很老實 所以就沒有反對 她先生很好 就答應了對不對 對... 所以妳嫁到美國去啊 我本來是想去當華僑的 結果呢 結果因為可能是我有一點幫夫運吧 然後我先生的事業越來越好 然後那個...結果她的合夥人說 你回來... 你不要在美國 你回來 我們一起做 結果我就當不成華僑 結果還是在台灣 在台灣對不對 對啊 好快樂 我都喜歡移民台灣 對不對 如果台灣來又多買 歡迎... 妳想不想找個老伴啊 好難喔 比找個好劇本還難 是不是 是不是 好劇本可以改 對啊 你怎麼改他呢 怎麼改他呢 有道理對不對 就是 是不是 對啊 其實喔 人就是這樣子 其實一個人過日子 如果妳把生活過得很充實 也OK的 對...我覺得滿好的 滿好的 因為妳要安排所有的時間啊 也可以去做一些 有意義的事情啊 對 也不是像妳每一個人 都可以娶到好老婆對不對 是... 生四個 讓妳忙到不行 對不對 沒有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愛小孩才生命 好 那為什麼不追一個呢 追一個 妳說愛小孩啊 好 乾脆 湊成七仙女的 還有三個耶 不是 那連太太也在一起 還有兩個 所以這樣子 不...她太辛苦了 真的 其實我跟妳 懷啊 生都還好 養很難 對... 還要...對不對 對 女孩子大了 還要教她 要遇到了 你看... 教的男朋友我不喜歡 氣死我 那還沒有到呢 還不聽妳話 對不對 其實...妳想想看 其實沛山那個時候 媽媽都陪著對不對 對 她都陪著我 其實那個年代 很多的女歌手或者誰 都是媽媽陪著 演員也是 媽媽陪 妳好像陪著 妳到台灣就一個人 我都一個人喔 妳好獨立喔 對啊 我不獨立 但被逼要獨立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沒有人幫我 但是妳那時候在台灣 其實交了很多朋友對不對 對 我拍戲交了很多朋友 所以我說我想移民... 我每次到台灣來 我都覺得好像回娘家了 感覺 真的... 好啦 決定啦 回來啦 拜託 真的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台灣的股票不太好 對 妳講到重點了 真的 說出來了 香港比較好 股票也可以買它疊的 不是一定要買它疊的 這句話講的就是要小溫 對不對 就是要什麼逢低什麼... 對不對 逢低買進 逢高什麼... 有些術語耶 對不對 對 問老女神的秘密 向年輕就別回憶 不要一直那麼回憶 回憶是老的現象 其實我忘了 我又跟你拍過戲 我也忘了... 沒有 我們有的時候也不會回憶 因為已經忘記了 真的... 太重了 真的可以買它疊的啊 不是一定要買它疊的啊 對 這句話講的就是要小溫 對不對 就是要什麼逢低什麼... 逢低買進 逢高什麼什麼 有些術語耶 對不對 這個很緊張的吧 弄古片 我開始的時候好緊張啊 美國掉...零睡覺 然後我看看美國掉了300點 完了我晚上不敢睡覺了 現在把EQ培養得很好 最要緊是要做好功課 然後一開始狂掉 你就知道該怎麼走不會慌 EQ很要緊 EQ很要緊 但我覺得資訊更要緊吧 對不對 資訊也要緊 但是自己的EQ也要緊 不能...不能經掉你就慌 成不賣掉 然後它長了你都沒份兒 要沉得住氣耶 對 而且要知道是 到底為什麼疊 是有人在做事呢 還是什麼經濟不好啦 還是這家公司有問題啦 對啊 對不對 還是它的產品 對啊 還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時候娃娃變成 我喜歡學... 妳喜歡學是不是 妳好像每次回來 都要新學點東西 對...我喜歡學 我覺得我像海綿一樣喜歡吸收 吸收 吸水 我現在發現這個人喔 看起來年輕 有幾樣事情是很重要 一個是不能懶懶 對不對 不能懶 晚上要洗臉 就是要洗臉對不對 洗臉一定要洗 一定要洗對不對 不能化了妝睡覺了 不能化了妝睡覺啊 傷皮膚 該吃的吃 該吃的不要吃對不對 要有節制 還有一種呢就是說 其實要對很多新鮮事情 要去好奇 對 有好奇心 有沒有 你好奇嗎 要不然你會 看起來比娃娃老喔 對 我覺得這幾年... 不會 他現在還不會比娃娃老 我覺得這幾年 我就是 是不是 對 就是說對很多事情 沒有興趣 覺得就是這樣就好了 真的啊 會有這種惰性 懶惰 對不對 對 像我的朋友小康他就... 佛中康他就會比較 追求新的事物啊 現在年輕人喜歡穿什麼啊 他也是這樣子啊 他感覺就是 我跟他站在一起 其實現在他看起來比較年輕的 你們兩個差不多嗎 我們兩個其實只有 差不多一歲 對 但是他看起來 我覺得他比較有活力的感覺 那你做運動嗎 我只有跑步 做運動也可以耶 對啊 其實也可以吃啊 我大概只有跑步是可以比較維持 我身體比較好的狀態 你有跑多嗎 也其實還好 大概就是40分鐘 到一個鐘頭之間 那也很厲害啊 不錯 因為這是... 這是二十年來養成的習慣 真的嗎 但是也只有這個留下來了 就是說跑步這一項 對 我還知道你有一個習慣 太好了 對... 這個不是一個好習慣 尤其是有一陣子 其實我是喝得很兇的 有一點像 一天起碼要三罐 要戒毒...戒毒一樣 不是 他喝可樂 喝到怎麼樣 就是我們吃飯 然後他就 這個餐廳有沒有可樂 如果說沒有 他就坐立不安 真的 然後他一下人就不見了 他就是要去買 一瓶可樂回來 所以去便利店買可樂這樣子 我來之前在香港看到個新聞 小孩某顆可樂 牙齒都沒了 好啊 妳真的會看我眼神 他的牙齒在啊 真的 我好大功能 沒有 我是覺得那個小孩 一定吃糖的東西太多 然後呢 睡覺的時候 那個糖分都在牙齒上 沒刷牙 吃可樂標題就是說 可樂不能喝太多 真的...研究出來 因為可樂它是有腐蝕性嘛 對啊 人家不是說那個 洗那個豬大腸還是什麼的 其實用可樂洗的 天啊 它才能夠乾淨 很乾淨 對 我的腸也很乾淨 可以煮了 其實今天我就在想啊 潘映紫來 我們就找幾個老朋友來聊聊天 你知道前兩天我錄... 我們金鐘獎嘛 那有很多的影帝以後 李子玲也回來 李子玲跟王中強導播回來 他們回來開畫展 太優秀了 太優秀了 真的 你知道他... 那個時候你們一定都... 一起都演過戲嘛 然後馬之琴 然後吳敬賢 都是老婆 都是老搭檔 都是老搭檔老朋友 我們就坐在這裡聊 聊到...我們再講了半天 我想這些小朋友應該都不認識 而且不要一天都往回憶 回憶是老的現象 這我學起來了 這我學起來之後 真的嗎 對啊 一堆人在一起一直說 那時候我們怎麼樣 其實我忘了 我又跟你拍過戲 我也忘了... 沒有 我們有的時候也不會回憶 糟糕 但是我記得我唱過妳演的耶 我也記得啊 我記得妳唱過演的 不過還是很開心 你說看到老朋友 比如說李子玲當年演小辣椒啦 就是那個年代 你知道 拍戲 就是一組戲的人 他們都...大家都很有感情 在一起 就是妳講的...會想念 妳講的大郭帆 大家都有這個感覺 對啊 那個時候拍戲的時候 因為要在一起一天嘛 對啊 有時候不止一天 譬如說到埔里 大家都要住在埔里 住在埔里 更重要一點 對 沒錯 那個年代 現在大家有車 或者妳有一個... 還有化妝車 那大家都躲在車裡頭 大家都有手機 所以也沒時間跟你聊天 是 那個時候就是硬生生的 對啊 現在我跟朋友 幾個女朋友約了 五個人都在這樣 我說他出來幹什麼 然後我們又出來了 對不對 一直... 都各忙各 每一個東西甜點回來 先拍照 對... 然後放到Facebook 放到Facebook 然後講話 對...妳說... 因為放要放半天 對啊 要...要輸檢一下 沒錯 放錯了 其實喔 說起來這個 當然...妳剛剛講的 人不要回憶 都要往前看 但是有的時候想想 像我做節目喔 就...很有意思 人家說小燕姐 妳怎麼現在還想做節目 妳知道 我說第一 可以看到老朋友 第二 可以認識新朋友 還可以把 不新不舊的朋友這樣 你知道 每一個來戀愛了 好...要結婚了 而且資訊可以一直更新 沒有 就在我這個節目裡頭 又...本來找不到女朋友了 去算命 然後到我們節目來 戀愛了 然後到節目來告訴我 對 然後到節目來生了 像中心靈就這樣 就是一個... 然後生第二胎 又來了 那妳... 她老婆來過好多次 會有下一胎 不要了吧 像老婆太辛苦了 她一直講老婆太辛苦 但她老婆來過很多次 好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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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 最近開了潘燕姐的廣告 真的好漂亮 好美喔 謝謝喔 謝謝 其實喔 其實我真的覺得 其實人要保持這樣 真的不容易 對不對 好 要三天不吃飯囉 不吃 要一直要有節制 是真的 對不對 其實我也沒有耶 有時候會狂吃一陣子 然後後悔了 對 直線上升 然後後悔了 到那個水瓶線 然後節制... 有啦 那天我們吃飯 妳就都沒有...完全沒有說 這個不吃 那個不吃 全部都吃 因為看她演唱會看完了嘛 我們第二天的慶功宴 她慶功宴 請我吃 對 人家說那這個帶回去吧 我說我不帶行不行啊 我要吃啊 她很捧場 好感動 真的 所以大家還以為看妳這個身材 可能妳不會吃帶回去對不對 人家帶回去我說 我現在吃可不可以啊 還很吃得慣台灣的東西啊 好吃喔 就是遺憾 上個月來拍廣告 沒有吃到牛肉麵 因為每天很忙 回去呢 牛肉麵都關門了 早上六點起來 就要打扮去拍了 這一次一定要去吃牛肉麵 對不對 台灣的牛肉麵真的... 好多家妳待會兒就問大家 有不同的 有辣的 有番茄的 有清蒸的 不同的 現在還有上萬塊的 對 我一聽說 對... 怎麼吃啊 那怎麼吃 聽說很厲害 什麼一頭牛 然後只有可能做幾碗而已 天啊 某個部位啊 但是我覺得其實 吃得都肉痛 對 吃得那個吃得會肉痛的 對啊 吃得肉痛 對 吃得肉痛的 對 今天真的很開心 每一次看到娃娃 都是這麼的漂亮 然後都是 所以今天呢我想也難得 敬佩現在可以到我們節目來 我們聽一下一代女王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是妳的歌 謝謝 請 請 請 可以 嗎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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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醉飲食 有誰吃戀 溫情和記憶 淚詩詩流去 愛主成名 痴情無事記 縱橫天下 而失眠 身風飛零 一人憑天 兩人憑恰 在人間 第一種浩劫 吳澤天 好棒喔 放好棒... 好像每一個人忍不住的時候 都會這樣子想 忍不住要回憶一下 忍不住你... 你那個時候... 這個臉呢 我好像我 夢夢吧 不是 就是因為印象太深刻你知道 因為片頭出來我們都會看完 然後你... 很有氣勢 很有氣勢對不對 是唱歌唱歌 好 這個娃娃答應我們 明年要表演舞蹈了 太好了 好足道 好 明年的十月 好 歡迎你回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